主席 各位同仁 現在是不是請法務部 征部長 請征部長 征部長 你現在上任多久了 九個月 是 你覺得 現在由你們該管的這些 執行的 預算 今天是談你的預算執行 還有一些重大的貪圖案件 你對重大貪圖案件的 執行狀況 你自己打幾分 我們所屬檢察機關 都非常積極在辦理 但是要我們打分 我們不太好 還是做得不太好 有及格以上 有及格以上 你意思是說有六十分就對了 應該有 哪一些案子你覺得 那你辦的你覺得是 你可以達到及格分數 你最得意的是哪一些案子 因為個案的事 我們比較少去 你已經有辦好的 那你個案有 你覺得說辦得很好的 你可以提出來講 我這邊就 你覺得比較 你覺得最可以拿出來 彈顯你的積極度 還有你的執行力 還有你認為他們 做得不錯的 是哪一些案子 我這邊 手上沒有具體的個案 但是一般來說 他們都是在水準之上 沒有具體 哥哥你不敢講 你都跨部做的 你這行政部門 你們從馬政府上來 從上到下 很多事情都看報紙的 我質詢過這個 質詢那個經濟部長 所以你看到 這個國光石化 要在彰化 在這裡設立 那次長有提到說 他不一定會在那裡 在彰化設 不一定會在大城彰化設 他說 他也看部長才知道 你現在 每個人都不知道 你既舊也可以說幾項 你騎報告裡面有說幾項 你今天有沒有報告 你報告裡面提出來的 我沒有報告個案 今天不是你報告的嗎 不是 那個我們就是請 最高檢總長 還有台北地檢 楊檢察長報告 你沒有報告 沒有 你今天沒有報告 我就個案部沒有報告 那那你 我是一般性的 一般性 那你說一下一般性好了 你可以說一下嗎 你這個報告裡面 你也有提到很多個案啊 總長報告的嗎 是 不是部長報告的 黃部沒有報告個案部分 好 那那是不是 我問總長 請教總長 好 那請黃總長 黃總長 請你說一下好了 你聽到本席的諮詢 是 你覺得 你對你們的這樣的執行力 你打幾分 我覺得自己打分數 可能不恰當 應該由社會來做公平 社會來做公平 你講這句話也是蠻對的啦 對 那表示說 你不一定對他們做的滿意嘛 對不對 你今天提出來的報告裡面 對 你還是有 有 這個 執行完畢也有 還會 會執行的 對不對 還有 好多年都沒有辦法辦好的 對不對 對 那你覺得 拿幾個案子 你覺得 會比較有把握 可以在你的任內 現在上任以後 你可以把它做好的 你可以說明 我在這報告裡面有列舉出來 譬如說高院法官的集體貪污的 我們就覺得辦得不錯 好 這個不錯 因為過去很少說 一下子抓那麼多的法官 過去三五年才抓一位 我們一下子弄了好幾位 對司法的公信力 司法風紀的整次 應該是有正面的效果 那從這些 這個部分 本席是予以肯定 那你們就是說 你有這個魄力 你敢辦這個法官 其實從法官 他們 這些案子來看 我相信 不是只有表面上的幾個案子 對不對 應該他牽扯的 背後還有不少的案子 你們有掌握嗎 我們手頭上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對 只是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公開話 還在仔細 還在仔細正辦中 對 還沒有成熟 也就是說 這些法官如果說 這個案子 他敢拿錢 恐怕其他的案子 被判 沒罪的 或者起訴以後沒有罪的 那麼 剛才部長是沒有講 因為如果是 那個地檢署的 恐怕也有一些 該起訴而不起訴的 恐怕也有這樣的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像這種案子 本席想要特別提出來 我正好翻到這個 第14頁 交通部官員圖利 ETC的產商案件 這個案子破了沒 這個案子結案了沒 這是那個 徵選的時候 那個 那個我們已經結掉了 已經結掉了 對 但是那個 你覺得說 林林山的部分還沒結 林林山的 跟宋萊文的那部分還沒結 你覺得這個案子 真的就這樣可以結嗎 因為這個是 當時徵選 這個遠通 他是有一個 獨立的徵選委員會 在徵選 而不是 部長他們能夠操控的 所以 我們當時了解的結果 所以 這一部分 菜堆的部分 就證據比較不夠 但是林林山的部分 事後有介入的部分 跟那個宋萊虎的部分 那一部分 還在我們特徵組 還在仔細的查證中 那個 總長 根據過去幾年 在本院也好 或者在其他地方 我們很多委員有執行到這個 ETC的案子 對 ETC的案子不僅是你說的 是官員的問題 他也牽扯到很多委員的問題 你想不曉得這個 而且還有發生說 好像說調查局裡面的資料送到這個 我們地檢署來 或者是 再轉送到法院的時候 還有中間還有不見的東西 有沒有這種事情 我不太清楚 因為這個案子委員 垂詢的這個案子 是在 您知道在過去很多立委 95年就處分不起訴掉了 對 但是有很多立委質疑 因為他這個案子很奇怪 根據我們有一些委員提出來的一些資料 也就是說 事實上 有委員 有立委去官說 他還案外案還發生台鐵記軸器 事實上也都拿了錢 但是後來 瞧瞧的就結案了 不起訴了 總長 這個你竟然可以辦到這些法官 過去的案子因為貪毒 然後就 就沒有 就判無罪了 那麼現在 在地檢署就 草草結束就不起訴的案子 你有沒有這個 破例 可以再調出來看一看 假如檢察官除不起訴是有不恰當 有故意 故意這個濫權不追訴的話 那當然應該再查 但是要有證據 這個要有證據 是 就是本席在這裡提出來 您是不是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好不好 因為根據很多 過去很多委員都提出來 那後來 瞧瞧的不起訴大家都不知道 都真的不知道 而且還聽說這個什麼 調查站的都有錄音 有記錄 都有 裡面很清楚 錢給的誰 誰拿的錢 當事人 送錢的人都承認了 但是為什麼這些 這個案子後來就 在地檢署就結案了 然後不起訴了 還聽說這個是牽扯到某某人 所以不敢辦 辦不下去 而且這個 ETC 台鐵記錄器 都牽扯在內 我就想說 檢察總長呢 我知道從這個 法官的案子 你辦得這麼 可以說大家都非常的敬佩你 如果說過去有幾個案子 經常被提出來的 但是後來喬喘的不見了 那麼我是覺得 你也不妨 可以再查一下 偵查一下 瞭解一下 不只是法官 恐怕檢察官本身都有關關相戶 是不是有學長學弟的關係 學妹的關係 大家關關相戶 所以案子吵吵就了事了 是不是檢察總長 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您 就這個 因為你也今天也提到嘛 ETC的案子事實上 還有一些還沒整理完畢嘛 對 你可以循這個線 然後再往前再查一下 好不好 這本席今天特別提出這個案子 也希望總長 能夠讓我們看到你真的 我都很敬佩你 謝謝 其實你上來以後真的是 辦了很多大案子 但是法官以外的 檢察官 我們也希望 我們不希望檢察官 也有這樣的不孝的檢察官 中間到底什麼原因不知道 然後躲在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後面 那社會上 造成這樣 不公不義 這樣不好 好這是本席 今天特別 好來提出來 剛剛正好翻到你這個ETC案 那我就提出來 希望能夠 看到 那個總長 就這個案子 能夠再詳查一下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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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